所以我們這次非常高興 BBC交響樂團可以在牛老師的幫忙之下 大力協助之下 可以到台南來 其實台南我們都知道一個交響樂團 要到南部來演出 可以說是相當的困難 尤其它這個龐大的能力 龐大的交通的問題 他們過來還有他們樂器要怎麼過來的問題等等 都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這次藉由我們今年的管慶 也特別的排除萬難 希望牛老師幫我們特別的引見BBC交響樂團過來 也終於成幸了 我想在這邊要感謝牛老師的協助 那這個樂團我個人覺得它非常的優秀 它不僅它可以說是每年這個倫敦 他們在夏季的時候會辦一個逍遙藝術節的開閉幕的主角 然後主角樂團非常重量級的角色 那它的風評也都一向都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知名度非常的高 那這一次呢不僅是這麼專業的樂團來到我們台南文化中心 帶帥團來的這個這位我們的指揮 這個安德魯 這位指揮呢也是非常非常重量級的一個指揮 他在這個樂團呢是有十二年的指揮的經歷 那之後呢退休之後 樂團也賦予他貴冠指揮這樣的一個榮耀 那可以說是相當重要的一個指揮 那他現在呢也在多倫多 在澳洲這個里士本在芝加哥都有擔任這個首席指揮的這樣的一個一個重要的角色 所以他這一次呢能夠回尾11年再度的帶率領VBC這個交響樂團來到我們台南文化中心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指標型的案例也是非常歷史性的一刻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希望說我們各位媒體朋友們幫我們多多的宣傳 讓喜愛這個交響樂的樂迷們 要一定要把握這一次非常難的機會 那我們劉老師呢也非常的有誠意 他也推出了特惠我們南部觀眾的這樣的一個非常優惠的一個方案 可以讓我們的樂迷可以更有機會的來進入唐蘭文化中心 欣賞非常頂級的非常國際級的這個音樂饗宴 那在10月12日 10月12日希望大家都要把握這樣的機會 那我就簡單說明到這裡 那也希望說這樣的一個難得的音樂饗宴 我想相信那一天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也希望說大家幫我們一定要幫我們多多的宣傳 謝謝 我們謝謝